熊二熊三飛彈機動車輸 這是我講的啊 這是以前舊的是 台灣切一半南北 對我們現在東邊 現在東也有 而且東不只一個 他們說有第四大隊 其實我告訴他不只 海軍反艦飛彈叫做海風大隊 目前兩個大隊 其實之前現在還有一個 是在水裡的叫海角 海角 用小艇 一樣載的雄風飛彈 那麼這些雄風飛彈 當時為什麼在海上 因為當時的雄風飛彈 射程不夠遠 載的是雄一 所以必須要載著小船 接近敵艦再發射 現在熊二熊三的射程 越來越長 我不需要下水啊 就在我們的台灣 像一個不成的航空母艦一樣 我在上面就可以移動機動 你到哪我就打哪裡 打了我就跑掉 你想想看 在路上比較跑得快 還是在海上跑得快 海上你跑了沒地方躲啊 路上可以躲神出鬼沒 所以我說第一大隊 北中外島 第二大隊南部花東 現在增加了 現在其實第三大隊 甚至第四大隊未來的 一百套四百枚的魚叉飛彈 也會納入編制 所以以後的濱海指揮部 不是只有我們自製的雄風飛彈 包含了魚叉飛彈 魚叉飛彈還有兩型 第三大隊將成立 未來第四還有第五 甚至第六都會陸續成立 因為台灣是個不成的母艦 對 不怕死的解放軍 盡量救鬼來對不對 我從來沒有看過 該怕的是你們 對把臉說你打我 哎呦你還真打 我還回家告訴習近平 我告訴你 我們真的會打 因為我們要的是 維護台灣的生存與安全 國軍加油啦 感謝北辰將軍的解說 最後一分鐘的時間 請吳貞短評一下 就是說你看喔 聯合報 聯合報這種媒體 然後就 哎呦我們遊客好緊張喔 然後還有這種 我們的這個退降啦 然後他現在已經除役了啦 然後他就一直在那邊講說 對方這個很厲害耶 哎呦他如果要對我們怎樣的話 我們會很危險 你怎麼樣看在國內的這種 這種帶頭炒作緊張 或者是帶頭炒作 我們很弱這樣的氣氛 其實這個就唯恐天下不亂了 就是呃 等於這其實在宣傳上 也蠻聰明 是一種不敗的戰術嘛 像說長頸鹿來了 就是啊長頸鹿 或者說狼來了 啊長頸鹿來了 長頸鹿來了 長頸鹿來了 如果長頸鹿真的來了 就說你看吧 我就說他會來 如果長頸鹿沒有來 就說你看我先示警 他就不敢來了 怎麼講都會贏 所以這個最好笑的就是 前陣子不是中國在開兩會嗎 那這家媒體有一個 當時我很注意到的地方是 那時候先是中國 應該是王毅還是誰 沒有講到和平統一四個字 講的是統一 沒有和平 蠻捕風捉影 哦 和平不見了 現在只有武統這個選項 完蛋了完蛋了完蛋了 然後就過了兩天 習近平就說 這個和平統一 然後這家媒體就載出來說 啊這國內媒體捕風捉影 大家不用緊張 他不就是你本人嗎 這不就是你嗎 哇真機靈啊 真的真的 因為那時候我看說 哇你們這個臉皮實在是 蠻厲害蠻強韌的 就是說 就是你們自己先帶這個風向 然後後來習近平真的講了 和平兩個字以後就說 啊這個國內很多媒體炒作 其實兩岸線還是很穩定 反正你看嘛 隨著從頭到尾就沒有的事情 但一來一往 就弄一個好像真的很嚴重了 所以我就覺得大家 這包含 當然最近台灣附近的局勢 是比較緊張一點 不管是驚嚇水域 不管是南海 但我們還是這個心頭抓住 這個安定 不要這個隨風起舞 沒錯 無論如何就是 中華民國軍隊加油 昨天 吳將軍我們在這邊 也有曾經講到說 對 中國的那個 052D 南京艦 對 南京艦 然後呢 在跟我們的拉法葉艦對峙中 然後現在呢 就有我們國家的退降 就說 欸 不要小看了 人家艦很強 上面有薰衣飛彈 對峙我們算個屁啊 的意思啦 真的嗎 他們強成這樣嗎 難過啊 這個人我連名字都不想聽 對不對 還跟我是同樣階級退伍 可是我告訴你 我帶的是石兵 他沒有帶石兵 所以他搞不清楚 他是用嘴巴打仗的 我們是帶兵打仗 所以不一樣 所以他一看 不得了啦 中國的那個052D 有多大你知道嗎 他光是飛彈發射 垂直發射 就32枚欸 我們才8枚 怎麼跟人家打啊 不行啊 他總是一個軍事專業的退降 他已經除役了 我還是被役 好不好 他已經除役了 就是說中華民國打仗 跟他無關 所以他可以講風涼話 你們完蛋了 人家好強欸 那你怕什麼 我除役了 我除役了 好不要臉喔 怎麼可以這樣 你除役臉還有你退休縫好不好 對啊 我沒有除役 我是被役 我現在沒在領好不好 所以我告訴你 因為我領的是議員薪水 對 所以我告訴大家 你看這個人有多麼多麼的吃東西要帶假牙 那我就不多講了 很糟糕欸 重點是他說你看你這麼大 我們怎麼跟他打 我告訴你 那我們真的不能跟人家打嗎 他離我們多近 我昨天有講了吧 對 在這個宇納國島跟宜蘭中間 對 大概才50幾公里 很近 我們何必出海啊 我們的蠟靶葉出海只是告訴民眾安心 我有在監視 你知不知道在宜蘭 在東部的外海上面有多少枚的海風大隊的飛彈 熊二熊三有多少 嗯 我何必出去啊 說得也是 我何必出去啊 然後 這位吃飯要帶假牙的這個 少將又要跟我講說 你看到了 那你看到他上面有英級21 有強艦10號啊 你看到有64枚啊 你看到有巡弋飛彈啊 對不對 你怎麼這麼厲害 我看不到國軍你看得到解放軍啊 你在船上呆的 還是你從上面下來的 對 我都搞不清楚 很可惡 為什麼要掌敵人威風 滅自己志氣呢 對 還有某家的報紙也說 我在台東啊 我們看到什麼你知道 我們看到 我們看到那個托式飛彈 看到那個 熊二熊三的發射架 在台東的公園 對對對 我有看到 所以民眾好緊張哦 嚇死了 我告訴你 我出去演習的時候 民眾都是來跟我們照相 哇 雄風飛彈 哇 戰車 好威哦 我還說 抱歉我們在演習 不能來照相 不能來照相 我要照相 我怎麼看到的民眾 跟他們看到的民眾不一樣 所以這些媒體 其實都是在一直嚇唬我們自己人 用紅色的放大鏡來看我們 對 他是用中國的心態 來看台灣的人民 我告訴你 我看到這些民眾 看到我們的裝備好開心哦 對啊 還有人在留言說 國軍辛苦 希望國軍繼續保衛我們 他很開心 對 你要看到中國的艦艇過來 國軍不見淡 那你才該安心 然後你才會安心嗎 對 什麼心態啊 你一定是從上面下來的 我跟你講 你絕對不是跟我一樣站在台灣的 的確 而且我真心覺得 對於我們一般老百姓來說 如果真的在台東的長濱海灘看到這些大車子 我覺得會很興奮 很安心 而且會安心 就是哇沒看過我們 沒錯 有人在管 很想合照一下 對 還講到這個海風大隊 我告訴大家 對海風大隊 海風大隊本身有兩個大隊 第一大隊跟第二大隊 就台灣一半 一半負責南一半負責北 這樣不夠 因為以前認為敵人都是從西邊過來 現在你看 這個052D都在我們東邊了 所以海風大隊擴邊了 他分為第一大隊 第二大隊 第三大隊 還有東部 東部說是海風第四大隊 我跟他透露一下 不只一個 不只一個 因為花東縱谷很長 一個不夠 所以有一個以上 然後都是熊二熊三嗎 2027年以後就不止了 還有那個什麼叉 那個什麼叉飛彈也會在這裡 那麼你看看 這個不怕死的南京艦 不怕死的他們的這些航母戰鬥群 如果在我們台海東部 多簡單啊 我何必出海 我不用出海嘛 你在 我們為什麼要逐城牆你知道嗎 因為城牆外看到了敵人 直接拿箭拿火炮打就好了 所以該緊張的是老共 是他們 我沒有看過敵人 笨到開到我的射程之內說 你打我啊 你打我啊 對不對 我從來沒有看過這樣子 其實都打得到 而且很容易打 打上去之後 一個大洞非常大 會不會沉 暫時不會沉 不會沉才麻煩 你在那個地方處的 別的船過不來 你知道嗎 我們就不要讓他沉 他在那邊處著 載浮載塵 了解 他們共軍其他船就過不來 所以我們要打他的話 就不要把他打沉 不要打沉 載浮載塵就好 然後別的 遼寧號要來 什麼號要來 你趕快走啊 南京艦快走 我馬上走 卡馬上走 所以我走不了嘛 我卡在那裡 所以大家知道我們的戰略 所以這些退降不要這麼笨 你已經退伍了 你沒有在接受 每年的教育召集 我有 我每年都要進去 所以我很清楚 他們不懂 那台東外海 這個共建出沒 海豐大隊 你看好緊張喔 這是2022 對對 其實現在也都有啦 而且頻率會越來越多 因為我在節目講過 這些所謂的 這個濱海指揮部 它的飛彈發射車 不會在洞裡面 也不會在基地裡面 它是機動的 所以我們會在很多地方 看到這些發射車 那麼民眾其實你可以 像這都是遠遠拍照 民眾很想拍照 因為沒有看過啊 對啊 對不對 很開心 怎麼會緊張呢 好緊張喔 遊客沒有緊張啦 遊客是趕快自拍 趕快拍照 趕快要建議大家 拍照的時候 盡量不要傳IG 因為這都是不要被洩漏的 對 最好不要 最好不要傳 最好不要傳 因為傳了以後 你會洩漏我們 機動陣地的附近的位置 所以大家看到拍照 千萬不要上傳 在下方 進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